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大创业家》 50岁的男主雷克是一个整天推销奶昔搅拌机的推销员 他是大众眼中的废柴 人到中年一事无成 媳妇也嫌弃自己 但雷克始终觉得只要努力 自己总有一天会成功 这一天雷克迎来了转折 一家餐馆在他这里下单了6台搅拌机 他打电话给餐馆前去询问 没想到人家又追加了两台 雷克想去看看究竟是怎样的餐馆 可以让八台搅拌机同时工作 这一来瞬间颠覆了雷克对于餐馆的认知 这件小店前排弃了长龙 从点餐到取餐不到30秒的时间 路过的女人大口的吃炸汉堡 对味道赞不绝口 突然雷克有了赚钱的灵感 他得知这家餐馆的老板是麦当劳兄弟 在麦当劳兄弟的带领下 雷克参观了这家小餐馆的后厨 后厨几乎都是机械操作 流水线般的食物制作是麦当劳成功的法宝 这种高效率的流水线制作 是当初麦当劳兄弟在网球场一遍一遍模拟出来的 回家后雷克认为麦当劳式的快餐 将成为餐爷爷的新革命 第二天雷克又找到了麦当劳兄弟 想要争取到麦当劳的经营权 并且向麦当劳兄弟保证 自己一定会让这个品牌开变世界 然而这一提议被麦当劳兄弟拒绝了 两兄弟也曾经尝试过开分店 只不过分店店长不能像他们一样 精准的把握麦当劳的制作流水线 以至于出来的快餐水平参差不齐 这让雷克失望不已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在一直寻找让麦当劳兄弟信任自己的方法 这天他路过了一家教堂 雷克的灵感来了 那就是让麦当劳的logo 也就是金狗们处立在世界各地 再加上他们麦当劳的独特制作销售方式 相信从此之后人们已看到金狗们 就马上会想到汉堡和薯条 这一次麦当劳兄弟愿意尝试 他们给了雷克经营权 雷克抵押了自家的移动房子作为启动资金 开始了他再一次创业 他在麦当劳兄弟那里认真学习 严格把控店里的每一道程序 很快这家店生意火爆 雷克的创业取得了初步成功 这一天他陪妻子来参加俱乐部晚会 雷克用麦当劳式的经营理念 和自己出色的口才打动了许多富商 又在接下来的几天 雷克和宴会上认识的各种有钱人接触 最终说服这些富商加盟 慢慢的麦当劳店越开越多 雷克的愿望眼看就要实现了 可麦当劳兄弟始终强调 麦当劳的口碑不能够被败坏 所以建议雷克保守扩张 不要再继续开分店了 由于理念不同 很快雷克和麦当劳兄弟出现了意见分歧 慢慢的有钱人加盟越来越多 麦当劳兄弟担忧的问题爆发了 许多店里的品质和细节都出现了问题 可有钱人只在乎有没有钱赚 根本不把合同内容当做一回事 雷克觉得他的创业之路到达了平静期 他不知道该如何突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助理突然告诉雷克 他们遇到了资金困难 原因是当初和麦当劳兄弟签订的协约 其中有一条 那就是一半收入归麦当劳兄弟所有 雷克不愿自己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 他找各大银行进行周转 最后一位投资人主动找上门来 声称可以帮助雷克走出困境 投资人建议雷克停止投资汉堡 转行投资房地产 从而出租店面给麦当劳的加盟商 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资金问题 也可以阻止麦当劳兄弟对于加盟商的把控 按照这个思路 雷克成立了房地产公司 而麦当劳不久之后果然开变了千家万户 此时的麦当劳兄弟感觉到了不对劲 打电话来质问雷克 雷克表示房地产公司与合约没有任何关系 麦当劳兄弟无可奈何 之后雷克不仅把麦当劳的名号用在了汉堡上 还用在了其他的五官商品上 进一步扩大了商业版图 而麦当劳兄弟最终在雷克的打压下 慢慢的把手中的股份卖掉了 52岁的雷克成为了16000家